大家好,各位Herbalife的同學,大家早安 又來到我們營養教室的時間,我是今天營養師 其實很多的夥伴,或是台灣有很多夥伴 有時候會經常被挑戰 經常被親朋好友問一個問題 例如以魚油來舉例 為什麼你們的魚油比外面的魚油貴 又或者一樣都是魚油,吃魚油和外面買的魚油有什麼差別 一定是每一個Herbalife的同學都會面臨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要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用Herbalife的產品呢? 既然市面上都有很多同類型的產品的話 為什麼要去選擇Herbalife呢? 大家心裡可能要開始想一下這個答案 我們今天會提到的是 Herbalife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安全性上的優勢 我是台灣Herbalife的特略營養講師 同時也是在學校、醫院營養教育相關的工作 先前也有在一些保健食品的公司上班 去了解台灣這邊的保健食品的生態 其實以Herbalife來說 簡單來說就是很難超越 它的安全性上是很難超越的 這邊先放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看完這個影片大概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Herbalife的品質上可以達到什麼境界 稍微等一等 這個影片中心 我想大家 我不是很確定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影片中心 但我覺得它裡面有非常多很值得去看的影片 這邊先分享給大家 在Herbalife Nutrition 而是我們的第一項目 是我們的第一項目 我們在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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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在世界上 人們都在吃完整的 食品 都在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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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tate-of-the-art blending, packaging, an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we can guarantee that customers get the exact same high-quality product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 continuously test our products at every stage of the process to ensure they comply with not only our standards, but also with all governance rules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in the more than 90 markets where our products are sold. As an added assurance, all of our facilities and laboratories meet or exceed the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nd our world-class laboratories have achieved the highest level of independent certification, which reflects our strict adherence to industry-leading standards. Why do we dedicate so much to quality? We do it for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trust our nutrition products to help them lead a healthier lifestyle and achieve results today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Okay, I相信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我相信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之後 大概就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的產品為什麼會是品質上特別好 很難超越的 很難超越的 因為大家看過影片之後 會看到我們有自己的農場去種 爐匯、大豆、茶葉等農作物 去多的產品加工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檢測項目 同時送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是達到最高的品質的 其實在其他保健食品的製造上 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的 以台灣這一邊的保健食品來說 其實台灣都算是製造生物技術 或者是保健食品上面 都是非常厲害的地方 但是在檢測項目上面就會差很遠了 主要不是說沒有這個技術去檢測 而是不一定會願意投資這個成本去檢測 明明比如魚油應該要檢測一些重金屬的項目的話 就不一定有拿這一筆錢去做這個檢測 所以就要看回這個公司它本身的良心 就是每一批每一件的產品都會做一個嚴格的測試 所以使用上的時候就會非常之安心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 沒有什麼公司可以做到從種子到成品 什麼叫做從種子到成品呢? 那以盧匯來說就是由一棵盧匯的種植 去到消費者的手上 譬如變成盧匯交的時候 是很難從頭到尾去做的 那其他的廠商它是怎樣去做的呢? 就是A的原料是A的廠商去叫貨 去拿貨 B的原料就是B的廠商去拿貨 那好像砌積木一樣 不同的廠商的材料砌造一個產品 其中就會有一個風險就是 那萬一你叫貨的 拿貨的A的廠商 拿A原料的廠商 那如果它是黑心廠商的話 那你最終那個成品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那所以Hurbo Life的從種子到成品 一個很好的很大優勢就是 我由一棵一個種子的種植開始 我就自己去把關 那個品質上面就可以有很確定是自己想要的那個高的品質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看看 從種子到成品 以牢匯來說呢 它的過程是怎樣的 那以牢匯來說 一定要去提一下我們的Hurbo Life的牢匯的有機農場 是位於墨西哥的 那大家想一下墨西哥 想起墨西哥這個地方 想起什麼植物呢? 通常想起先人蔣這些多獄植物 那的確 墨西哥這個地區 和它的土壤氣候 是很適合多獄植物去生長的 那所以牢匯這種多獄植物呢 就會很適合在墨西哥這個地方 這個氣候去生長 所以Hurbo Life是把牢匯的農場設在墨西哥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 這張圖看起來不像我們平時看到的牢匯的 因為看起來好像小麥 那這個是牢匯的花來的 那平時如果我們自己種一棵的牢匯仔 盆栽裡面那些其實是很難會看到有牢匯的花的 因為一種植物它要生花 有生殖的能力一定是在一個適合的環境或者土壤裡面 才可以達到健康的一棵植物 那所以你會看到整片Hurbo Life的牢匯農場的土地 裡面的牢匯其實全部都是生化的 是很適合牢匯的生長 那另外就是牢匯的種植的條件上面 我們是以有機的方式去栽種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怎樣算是有機 那如果是平時的大規模的種植的話 通常會使用一些殺蟲劑 使用一些除草劑 去確保產量和品質去達到高標準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有機的農業的話 就代表不去使用殺蟲劑 而去用一些天然的方法去減少這些化學物質的使用 另外就是不會使用化學肥料的 化學肥料就是淡輪甲工業的肥料 可以比較成本低和大規模地使用 但是我們的有機農場是定期去淪耕 淪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一批的牢匯種完之後 這一片的土地不會繼續去種牢匯的 會去種其他的植物 例如一些豆類的植物 去更生這個土樣 然後這些豆類的植物 種到一定的高度之後 就會回到這個土樣裡面 去作為一個天然的肥料 另外也不會使用除草劑 其實有很多的農夫或農田 會使用除草劑 因為這個雜草生的速度 通常都會比我們本身想種的農產品 所以很多的農地其實是會使用除草劑 但除草劑當然也會有健康的風險存在 所以要使用到有機的話 不用除草劑 就是要自己定時的除草和上肚 才可以確保是使用這個有機的種植 所以有機兩字很簡單地說 有機農場 但是實際上要做到有機的話 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那麼我們的Habodaf的奴匯 是會懂得開花的奴匯 因為由整個繁殖的過程到生長去收割 其實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在繁殖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種過多肉植物或者奴匯呢? 我自己的家裡 台灣這邊的天台是有種一些奴匯的 看一瞬啊,聲音可以嗎? 好的 那奴匯呢,它生長的時候 就是一棵大的奴匯 旁邊會生一些小棵的奴匯出來的 有些幼苗的 但是它的幼苗如果你不去摘或者不去移植的話 那幼苗就會繼續生在奴匯媽媽旁邊 搶了媽媽的養份 所以呢,農民就會去把小棵的奴匯幼苗 就去拔出來之後移植去另一片的奴匯田 令到這些嬰兒奴匯可以繼續有充分的營養去生長 而本身那個奴匯媽媽也有足夠的養份去繼續生存 經過三到五年的培育才會生長到可以採收的大小 因為奴匯它一開始會有很多白色的點點 它是嬰兒奴匯的時候 它的奴匯膠的成份是未夠多的 所以要養三到五年的時間 而且每一年只可以採收兩次外圍的奴匯 採收了這個奴匯葉之後就會去到我們的工場去加工 去去皮、撮取裡面的透明營膠的地方 去作為我們奴匯的全系列的產品裡面的成份 譬如我們的濃縮奴匯汁 又或者是日日滋養系列的奴匯啫理 奴匯路、沐浴路、洗髮雨 又或者是全系列的脂肪系列 還有我們的面膜 其實都有去添加這個奴匯精華在裡面的 以奴匯汁來說的話 其實安全性上面和其他 你是超級市場買到的 有些粒粒奴匯的飲品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其實我不是非常清楚香港這邊的法規 但是如果是在台灣這邊的法規的話 任何有添加奴匯成份的食品都要標示警語 政府是有規定有法例的規定 任何的奴匯產品一定要標示一個警語 是什麼呢? 就是不適合孕婦使用 就算是在那些手搖飲品店有加奴匯汁或者奴匯肉的話 都一定要標示一個警語就是不適合孕婦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奴匯是直接去採收 或者吃到這個綠色的地方 會有奴匯素 這個奴匯素又稱之為大黃素 是有可能會引發孕婦的子宮收縮的 所以政府呢 台灣這邊其實你沒辦法去確保 每一個廠商都會有技術去徹底去除奴匯裡面的奴匯素 所以就會標示一個警語在任何奴匯的食品上面 但是為什麼要提到呢? 因為我們每一批的濃縮奴匯汁 都一定會經過奴匯素的檢測 會送到實驗室去做檢測 我們現在確保每一批的奴匯汁裡面 是零驗出 沒有辦法驗出奴匯素的 可以很安心地使用 不會殘留奴匯素 其實會是一個比較 需要比較有技術的事情 所以不是每一間床商都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也不是每一個床商都會 願意去花這個成本去幫你檢測奴匯素 所以我們的奴匯汁在安全性上 就是可以達到很高的標準 那奴匯膠 奴匯膠 我也講一下 我們的奴匯啫喱 在奴匯啫喱 市面上也可以找到很多奴匯啫喱 好像這樣的樣子 我這邊就不展示牌子 這樣的樣子 奴匯膠我們也有買過的 那奴匯膠如果是綠色 一奴匯那種 塗上去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為什麼這麼涼濺濺濺的呢? 很冰涼的 我就去看一下它裡面的成份 其實都會有標示很詳細的成份 這些全成份 其實它是由成份多到成份低的排列 那就可以看到X成份最多的是水 那就可以了 那我看到這一奴 它成份最多的第二樣子 是酒精的 就是酒精的 那它後面呢 才會再加奴匯的粉末 在裡面的 所以它的成本很低 台幣大概99元就可以買到 那一奴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奴匯啫喱 是不一樣的呢? 那奴匯啫喱再看看它的主要成份 第一是水 第二就是蘆匯葉的汁液 那其實要找到 加蘆匯葉汁液的蘆匯啫喱 市面上是非常難的 因為它的成本實在是太高的 你直接加蘆匯啫喱的話 那大部分都會加蘆匯的粉末在裡面 那使用上也會覺得很奇怪的 更加多的成份主要是酒精 那所以其實都有可能會令到皮膚有一個 比較容易有刺激的 所以奴匯這邊就會和大家分享到這邊 另外就是茶 茶也是 由總之到成品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茶 台灣也是一個種茶的很重要的地方 以前也是主要的茶葉出口的地區 因為它的氣候也很適合種植茶葉 但是去參觀一些茶葉的農場的時候 就會發現沒有什麼蟲 就是茶葉或者你會發現那一區 是沒有什麼昆蟲的 主要是因為茶葉是很容易生成茶蟲 如果是產量比較大的地區 這些茶葉或多或少都會使用農藥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小朋友去行山的時候 會經過一些茶葉的農場 茶葉的農場旁邊會有一些好像水桶 有些流動的水有水桶 那小朋友正想去玩別人的水的時候 就被茶葉的農夫去制止 那茶葉的農夫就很直接跟他說 不要讓小朋友碰那些水 因為裡面有農藥 他直接就是這樣說 當然我們就不敢再碰 其實中茶來說 或多或少一定都會使用到農藥 去除這些小昆蟲 令到茶葉的產量去提高 但是Herbalife茶葉的農場 亦都不會使用農藥 而且每一批都有經過非常嚴格的 農藥殘留的檢測和重金屬的檢測 所以亦都可以非常安心地使用 茶葉第一個會怕的東西就是農藥 我們的茶葉也可以非常安心地使用 第二樣喝茶怕的食品安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用茶包的話 茶包的材料本身也有可能會有漂白劑的問題 又或者有一些茶包是用塑膠的網狀來做的 做得像立體三角茶包一樣 塑膠狀的 之前還有一個加拿大的研究 是發現這種塑膠狀的茶包的話 浸進去95度的熱水裡面的話 就會釋放出上億粒的塑膠微粒 其實亦都會有這個塑膠微粒的健康上面的疑慮 所以我們的草本茶或者綠茶飲品來說 都會是已經先撮除好然後再製作成茶粉 就會避免了一個茶包上面的食品安全上面的問題 我們職用草本飲品也好 或者我們綠茶也好 都是使用茶葉的亂牙的地方 經過殺清之後 殺清其實就是稍為加熱 綠一綠它 然後有發酵過就會變成紅茶 沒有發酵的話就會變成綠茶 首先就會用這個60度的水溫去撮取了這個茶的湯汁之後 再去噴霧乾燥就會濃縮成為我們的茶粉 就會成為我們平時飲的這個草本茶或者綠茶的精華 所以整個過程就可以很安心地使用 因為可以確保我們每天飲的 每天使用的這個產品是不會有健康相關的疑慮 所以其實HERBO LIFE在全球是第一大的體重管理及健康品牌 另外其實都可以想一件事 既然這個品牌是世界各地的幾乎每一個國家 先進國家也好任何一個國家也好 都可以去販售HERBO LIFE的用品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想一件事 譬如檢測得更加嚴格的一些歐盟國家 又或者好像澳洲 他們是把保健食品當作藥品的等級去做管理的 去做到這個高標準 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販售的話 其實也代表它的品質是可以受到國際的認可的 所以HERBO LIFE在安全的優勢上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高的品質 當然就仰賴一群營養諮詢委員會的專家 包括1998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例如Dr.Louis Nero 又或者Dr.David Hieber 這些國際級的專家 其實都是我們的營養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在全球我們有生產研發中心 去做產品的一個檢測 以及去研發一些新的成份或者揣取的技術 所以從種子到成品 剛才提到舉例來說 譬如我們的錄會、我們的茶葉 其實由一棵種子的種植開始 到整個過程 剛才影片中看到的一個廠房的一個環境 到運輸到消費者的手上 其實都會經過層層的把關 超過七、八項的流程 譬如以運輸來說 其實很多的廠商都不會在乎運輸的過程 其實生產出來之後 就外包、外面的一些貨車 就可以運送去譬如台灣的各個地方 但是以HERPOLIFE來說 連運輸的過程其實都是非常講究的 譬如這個藍色這張卡 其實它就是一個檢測器 去檢測整個運輸的過程 譬如濕度或者溫度來說 有沒有辦法達到很足夠的品質 去保存我們的產品 尤其是譬如夏天 在香港或者台灣也好 其實都是非常之熱的 三十多度的 也有可能會令到產品變質 或者譬如台灣來說濕度是非常高 也有可能令這個產品有潮濕的問題 整個運輸的過程 如果有做到檢測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確保 在消費者拿到手上之前 其實都是可以達到一個非常高標準的儲存環境 所以其實很難有其他公司或者廠商 能夠達到這麼高標準的要求 所以才是全球有這麼好的成績 另外檢測項目上面 其實剛才只是舉了其中一個例子 譬如農藥殘留或者重金屬殘留 但是其實每一批的產品 每一項每一批的產品 都有經過十大食品安全性的檢測 譬如有沒有其他毒物的殘留 有沒有辦法符合其他國家的標準 或者有沒有致病的微生物等等 其實都有去做這麼完整的監控和檢測 所以在國際上獲得非常之多的認可 譬如經常聽到的ISO ISO其實就是國際標準組織 代表生產的過程上達到國際的標準 另外NSF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是國家級的主要是食品安全 或者飲用水安全上面 就會有這個NSF的認證 另外如果是運動相關的產品上面 亦都是有這個認證 INFORM SPORT的認證 就是代表我們的產品裡面 主要安全性上面是非常高 另外就是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運動用品 會殘留運動的禁藥 又或者是譬如咖啡因過量等等 如果獲得這個認證的時候 就代表這個產品 就算是專業的運動員 要去參加國際賽事的運動員 都是非常適合去使用的 所以這些認證其實得來不易 是真的要很高的品質才會獲得 這邊也分享一下台灣品質的標章 以台灣來說就是有SNQ國家品質的標章 SNQ其實就是安全性和質素 以台灣來說是目前唯一的食品安全上的 國家級的認證 所以其實HERBO LIFE在台灣來說 每一年都會獲得SNQ國家品質的標章 其實就有一點點像保健食品界的奧斯卡 就是每一年去頒獎的 真的獲得非常高的品質的話 才可以又獲得這個國家品質標章 SNQ的認證 所以今天其實主要是複雜了 和大家複雜一下這個從種指導產品 和我們HERBO LIFE的一個安全性和品質上的優越性 所以當你的親朋友好友去問你 為什麼要選HERBO LIFE 一樣都是勞匯 一樣都是勞匯交 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勞匯交 為什麼要選HERBO LIFE 希望大家今天上完課之後 心裡面會有一個解答 我們也都宣傳一下我們的健康食譜挑戰材 不知道大家已經想好自己的食譜味 好像已經開跑了 昨天開跑了 如果有參加的話 恭喜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早料優惠 前十名或者前一千名參加的夥伴 其實都好像都有小禮物 參加的方法再提一下大家 第一步就是購買我們活動的登記包 之後再去我們的網站上去登記 就算我們食譜沒有獲得最佳食譜 至少我們首二十名或者首一千名提交食譜的話 都有獲得這些紀念品 所以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詳情就可以參考我們的健康食譜挑戰賽的單章 網站上好像都有相關的資訊 今天的課程就來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能夠更了解到HERBO LIFE 為什麼它的品質會這麼好 當你的親朋好友去問你 HERBO LIFE好在哪裡 希望今天的課程給大家答案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下次再見,拜拜! 請去詢問大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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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кор明星期電啦